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中共在全球陷于外交孤立 内政上又制造更大的荒诞 大链钢铁的2.0版又降临中华大地了 近期 中共各地官员为了所谓的粮食安全 实施退林还耕政策 挖掉蔬菜等经济作物 毁坏绿化带 违背科学常识 在山坡上种水稻 在水泥地上铺土种红树 各地农民较苦不迭 舆论认为地方官员为了服从政令 民之故犯 形式主义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最近一个多月 中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一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北京高层提出退林还耕的政策指令下 地方官员执行类似于疫情清零的一刀切政策 许多农民的非粮食作物被铲平 山坡上的树木被砍伐 并在斜坡上种植水稻 一场大雨把水稻停冲毁 人们见到的是光秃秃的山坡 网上一段视频中 不久前刚在山坡种下的水稻被水冲走 水稻上山又下山 据多位推特网民发帖写道 5月5日福建璋州农馆破坏田间水管 不给农民自动喷灌 沿进铺设水路灌溉农田 只能挑水 另外农馆还禁止农民用粪水施肥 为者罚款5万元 湖北网民高先生周一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中央政府 违背科学原理 大搞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付出多少成本 搞一下就完 至于后果跟他们没关系 不然的话 地方官员怎么能够继续做官呢 据媒体报道 福州市沧山区盖山镇新安村一块农用耕地 由于非法变成了停车场 被省国土部门通过航拍器拍摄到 要求镇政府限期整改 镇政府在水泥地盖上了土 并且通过了国土部门的检收 可村民却苦不堪言 并不买镇政府的账 只自己种了五次红薯都死掉了 如今杂草丛生 水泥地根本无法种植农作物 有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评论人士说 官员并非不懂 就和五十年代大练钢铁 练出废钢渣一样 他们并非不知道 就像指鹿为马 但这种行为是高层要检验地方官的忠诚度 如果你不听 他认为你不忠诚 最近 湖南宁乡灰汤镇 由镇上多个部门的干部群众 及当地学校学生学插秧 面积大约有2.5亩 镇上却出了几万元的经费 用于广告牌物料 高空气球 舞台搭建等消费支出 大声旗鼓 轰轰烈烈 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一夕云语 曾让中国网友将此作为美的腐败的经典话题 但是在当今中国 克林顿其实是太香巴佬了 和一个中共的科长也不能比 和这位浙江云瑶的科技官员相比 就更只能望洋心探了 据报道 现年56岁的中共浙江 渝瑶教育局长王胜战 在过去20年期间 滥用职权贪污高达人民币3亿元 而保暖私盈域的他 直接将校园当作自己的选飞场 除了染指18名学生外 还花钱包养了两名正妹校长 境内至少有103名女教师 也惨造王胜战染指 中间甚至传说有学生因为怀孕而堕胎导致博孕 结果被王胜战用钱打发掉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指出 石瑶县当地共有288所学校 每间学校每天都有学生在学校餐厅用餐 而王胜战当校长期间的赚钱秘方 就是操控学生餐厅的承包商 供应商 从中获取回扣 还透过虚报食材数量 价格以此来套取公款 在当上于瑶县教育局长后 王胜战及插手境内学校的改建工程 从多个环节中谋取私利 根据计算 在过去20年期间 王胜战就贪污人民币3亿元之多 相当于每日进账人民币30万元 而在赚尽钱财之余 王胜战开始将兴趣转销女色 根据相关单位的调查 王胜战在位期间 竟然透过权势与103名女教师发生关系 还有18名女学生遭到侵犯 甚至还出钱包养了两名正妹女校长 也有人指出 王胜战的日常就是早上到教育局行酒 中午挑选后宫对象来陪自己 晚上前往夜总会KTV等地方就最狂欢 如果当天的陪伴对象让自己不满意的话 王胜战还会额外花钱找高价的外送茶来陪自己 中间甚至有消息指出 一名遭到王胜战性侵的女学生事后意外怀孕 被王胜战逼迫服用堕胎药 结果该名女学生发生意外 导致终生补孕 而整起事件 王胜战就是狠杂钱财来封口 最后竟然成功地全身而退 由于内讧 目前除了王胜战正在面临调查外 还有7名教育界的官员也因事迹曝光而重见落马 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格金日前因布满莫斯科当局 未及时提供弹药补给 愤而宣布要在10日本周三撤出乌东前线巴赫姆特地区 但由于作战任务紧 结果在撤军前夕又改口 7日星期天宣称已经收到俄罗斯当局的补给承诺 暗示可能会继续留在前线作战 根据路透社报道 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7日在通讯平台Telegram上发出声明表示 已经获得俄罗斯当局补给弹药和武器的承诺 也会协助防止乌军阻断瓦格纳的补给钱 普里格金还透露 瓦格纳部队已经推进了280米 我们正在推进 期待收到弹药 不过对于普里格金单方面宣称获得补给保障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则没有进行回应 此前 普里格金透过影片向俄罗斯国防官员枪声 站在数十距身亡的瓦格纳士兵一体前向俄方喊话 强调不会让瓦格纳士兵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 留在巴赫姆特承受毫无意义 不合理的损失 宣布将于10日撤出巴赫姆特 还要俄罗斯出动车陈军队接手该地区的阵地 乌克兰方面对于撤兵说则完全不买单 乌东司令部发言人切列瓦蒂指称 俄军的弹药绰绰有余 反批普里格金的说法 是想要转移瓦格纳折损大量士兵的注意力 报道指出 俄方现在仍希望在5月9日的胜利日之前 完成占领巴赫姆特的行动 随着乌克兰已经获得来自西方军援的 数千辆主战坦克和新训练完成的部队 准备发动新一波反攻 普里格金扬言撤军的消息 也凸显了俄方在前线的部署压力 俄军已经开始在平民区使用白铃弹了 中共的对外政策似乎陷于巨大的矛盾之中 分析人士认为 新版反间谍法和其他强化国家安全的行动 正在损害中共在外交和商业上 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 有专家认为 尽管中共口口声声要对外开放 但它已经逐渐关闭了 中共日益关注国家安全并加剧于美国的竞争 北京最近几个月采取了一系列 自相矛盾的外交和商业动作 这让许多观察家对其动机感到疑惑 其中包括向西方领导人铺开红低毯同时 又升级对民主台湾的军事威胁 以及在采取被视为扼杀中共商业环境的措施的同时 拉拢外国企业领导人 分析人士说 看起来潜雨不定的信息 可能是习近平再次强化国家安全的结果 与竞争对手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跌至低谷 更与国家安全的强化互为因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兰说 中国的严酷现实是安全现在压倒一切 从经济到外交无所不包 吴木兰说 对安全的压倒性考虑正在损害中共的一些外交关系 及其振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计划 即使它试图在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 关键地缘政治问题上巩固其权威 他说尽管中共口口声声要对外开放 但它已经逐渐关闭了 习近平在去年10月打破多年来的惯例 继续第三个任期后的一次讲话中 特别提到了国家安全 将之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 涵盖了从政治和经济到技术和领土争端等各种问题 自2012年上任以来 国家安全一直是习近平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去年10月的演讲中 他强调了外部安全和国际安全 分析人士称 这标志着其新的重点是应对来自华盛顿的外国威胁 CNN曾报道指出 与过去几十年速来温和的中共外交官们相比 战狼外交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分析人士表示 中共对安全的着模影响到最近的几项外交行动 例如 由于拒绝谴责其亲密盟友和最大石油供应国俄罗斯 中共推动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努力遭到质疑 英国智库地缘战略委员会研究员帕顿表示 中共呼吁乌克兰实现和平与其自身与美国的斗争有关 分析人士说 中共试图拉拢美国在欧洲的盟友 也是其对抗华盛顿影响力战略的一部分 但取得的成果喜忧残半 他们提到了上个月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国的会晤 这似乎是一次对中共有利的会晤 但却让马克龙离开数小时之后展开的对台军事演习毁坏了 中共的安全强调也让它在经济上陷入孤立 今年3月份在中国举行的两次备受瞩目的商业峰会上 中共官员们煞费苦心地强调 该国在疫情之后在商业上重新开放 但最近几周 中共通过了范围广泛的新版反间谍法 并对在中国的一些西方公司采取了惩罚性的行动 美国商会中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告诉路透社 在中共寻求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的同时 安全部门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 尽管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宣布中立 但私底下却原额动作不断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7日周日报道 欧盟提议对7家中共公司实施制裁 这些公司被指控出售可用于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武器设备 画皮被撕开后 北京随即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 报道称 有7家中共企业被列入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中 欧盟成员国将在本周讨论这些措施 报道援引了金融时报看到的一份制裁名单 这份制裁名单包括两家中国大陆公司 即三合成半导体核金派科技 以及五家来自香港的公司 包括信诺电子、西马科技、Asia Pacific Links、Tordon Industry和Alpha Trading Investments 这是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布鲁塞尔首次提议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共公司实施制裁 其中一些公司已经被美国作为制裁对象 周一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威胁称 北京敦促欧盟避免走错误道路 否则中共将采取坚决报复行动 维护自身权益 欧盟指控制造计算机芯片的3HC公司 试图规避出口管制 或许或试图获取美国原产物品 以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 美国财政部此前表示 金派公司向俄罗斯提供 具有包括巡航导弹制导系统在内的国防应用微电子 美国财政部指 该公司向俄罗斯军工企业多个实体供货 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 欧盟已对俄罗斯个人和公司采取了十项一揽子制裁措施 使俄罗斯经济越发困顿 战争融资也更加困难 制裁名单需要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执行 布鲁塞尔还提议对参与制造和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的一些伊朗公司进行制裁 欧盟正在寻求更广泛地解决规避制裁的问题 该草案包括一些措施 允许欧盟在外交压力不能改变第三国行为的情况下 限制向这些国家销售某些产品 该草案还让成员国有权力禁止无正当理由 隐瞒其位置的邮轮进入欧盟港口 金融时报报道说 有船只一直在规避对俄罗斯海运石油进口的禁运 假装其货物来自其他地方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